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恐怖电影《南极日记》 电影开始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南极探险队正在南极探险 一行人在征服南极的过程中突然看到了一个破旧的旗帜 之后最小的队员名载在旗子下方 发现80年前英国探险队的一本《南极日记》 根据日记上的记载 这支英国探险队并没有探险成功 反而最后都将生命留在了南极 不过在看完这本日记后众人都没有太当回事 毕竟南极凶险万分 即使最后探险失败实属正常 况且现在最主要的是尽快走出南极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 队伍中便有队员染上了病症 但即使是这样 小队也不得不继续前行 因为南极中天气恶劣 而且他们食物有限 多在这里停留一天就少一天的食物 不仅如此 他们现在也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 与其在这里停留 倒不如抓紧找到据点 可是在这种负重前行的条件下 很快就有队员支撑不住了 最后这名队员也没有赶上其他人的步伐掉了队 而因为南极的风雪太大 其他的队员没有及时发现他的失踪 导致这名队员在黑夜中只能靠着一个打火机取暖 然而就在之后 突然有一个神秘的东西扑了过来 杀死了队员 第二天白天 其他几个队员终于发现有人失踪了 于是赶紧按照原路返回寻找 可是南极中白雪挨挨 再加上风雪太大 找一个人简直难如登天 一番寻找下来 众人只找到失踪队员身上的打火机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 打火机的旁边竟然是一具英国探险队队员的尸体 众位队员虽然疑惑 但也来不及多想 因为更大的暴风雪就要来临了 现在众人的面前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坚持不懈 继续踏上南极探险的征途 要么改变路线去挪威基地进行求救 事关生死所有的队员都希望能够改变路线 可是队长却不愿意半途而死 称就算是为了死去的队友也要继续前行 无奈众人只能听从队长的命令 晚上众人进行休息整顿 帐篷中的队长突然看到帐篷外有一个黑影 随后队长就看到了幻觉 并且吃下了电爆机的零件 隔天所有人继续上路 然而此时队员中的眼镜哥 已经对队长十分不满 认为队长太过一意孤行 想要让队长嚷出领导权 可是队长并不打算听从眼镜哥 这也让众人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其中一个队员看不惯队长的作风 忍不住和队长打了起来 结果两个人谁都没有注意到 雪地中有一个雪洞 队员就这样不幸地被队长推到了雪洞附近 而因为队员的重量 雪洞也瞬间变大 队员也因此掉入了深不可测的雪洞当中 队长健壮立刻拿出绳子和其他队员 对掉下去的队员开始救援 不料这时队长突然开始流鼻血 神志也开始涣散 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在拉上来的队员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这令本就神志不清的队长慌了神 一下没抓住 令好不容易上来的队员再次掉了下去 就在这时暴风雪大面积来临 好在剩下的几个队员早有准备安然地活了下来 可是这场暴风雪还是把队伍的所有设备都给损坏了 条件艰难 队员们仍然必须要继续前行 结果当众人好不容易地走过一个山头时 发现他们又回到了刚开始的地方 这无疑给了众人巨大的打击 队员中的眼镜哥也对队长欲加不满 可是队长仍然已已孤行 甚至还当众摘下了眼镜哥的眼镜 不允许眼镜哥有意义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坚持不懈的前行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房屋 虽然这个房屋在诺大的南极看起来十分诡异 但所有人都顾不得其他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住性命 而眼镜哥因为和队长产生了争执 独自来到了另一个房屋 队伍中的副队长担心眼镜哥 没过多久就跟了过来 不料等他过来的时候 发现眼镜哥已经死了 这时候副队长环顾房屋 发现这里面居然有好几具尸体 原来八十年前的英国探险队 就是在这里全队丧生的 副队长赶紧将这个消息回去 告知队长 没想到副队长一进门就看到队长 为了自己征服南极的执念 正在聚一个腿部坏掉的队员的腿 这让副队长怒发冲冠 再也忍受不住怒气 将队长打倒在地 很快暴风雪再次来临 房屋承受不住暴风雪的袭击倒塌了 副队长收拾了行囊 将两名队员安葬好后 丢下队长重新踏上了征服南极的路 不久之后 副队长终于找到了地图上标记的点 可悲的是 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标 与此同时队长也来到了这里 队长和副队长两个人面面相对 他们对队长的执念 为了这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点 葬送了所有人的性命 而队长也在看到这个地标之后 信念彻底崩塌 再也忍不住倒在了这里 而副队长则是重新踏上了回去的路 寻找救援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